为了让乡镇能够顺利的推展 吉安乡公所从26号开始一连两天 分别是在华人国州、永安社区活动中心 以及乡公所清明堂 召开了三个场次的村林长基层座谈会 邀集了全乡18村的村长 以及567位的林长与会 并且由乡长游淑珍亲自的主持 透过座谈让村林长 更能够了解目前施政的重点 掌握未来华人吉安乡的发展方向 吉安乡公所从26号开始一连两天 邀集全乡18村村长及567林长 分别在华人国州永安社区活动中心 及乡公所清明堂召开三个场次的 村林长基层座谈会 除了安排吉安乡护镇事务所与卫生所 分别进行业务宣导 公所的各客室主管也列席报告 目前正在推展的业务内容 在这里也要清楚的跟林里长们 来报告我们所有吉安乡 即将推展的建设跟未来的共识 花莲县人口正成长的吉安乡 去年成长了39林 让我们的林长人口数到达了567位 我们相信更到位的服务 更贴近的乡亲的一个反应建设 这是必须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针对新旧的林长 来做一个共购吉安乡服务 更圆满更到位的一个延席活动 90分钟的村林座谈会 不仅搭建起公所与村林间的沟通桥梁 同时也获得林长们对吉安乡 实证成果的认同与肯定 巷长游苏森表示 三年多来吉安乡公所掌握多项 来自全国及全县的奖项佳击 展现出吉安发光发亮的软实力 感谢村林长的协力共共推展 洗手共创吉安乡的 世信缤纷美好未来 记者许立琴 吉安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